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情自尽的复心难醉灵 让本王转告杨坚众生薄情寡义乱淫的地狱果报 杨坚众生莫以为男女之间能够苟且乱淫 对感情不负责任 死后地府会给你一一记录在案 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 大阎王爷怒喝醉灵 祖籍何某 某某某 自己在童子面前如实禀告 难醉灵 我错 我无心学佛念经 那次 某某某在某某室和心灵法门共修祖外出红法 我见他漂亮 有意接近 可是他周围师兄把他保护得很好 尤其是他妈妈 他时常和共修祖出外红法 我假装对佛法有兴趣和他聊天 询问他的微信号加他好友 每天都特意上网寻找一些佛学问题来询问他 我知道他心地善良 人又傻呵呵的 慢慢我也被佛法熏陶 学佛念经 也常常和他法门师兄一起 在当地弘法 可能是前世缘分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知道师父叫我们男女 在一起思想要干净 不能乱看 我也觉得以前的我很淫乱 交了很多个女朋友 学佛后自己也努力借除坏毛病 我年轻 血气方刚 学佛一段时间克制不住欲望上网看下流的影视 安地里对他起心动念 他长得像某某明星 后来起了坏心 开始追求某某某 送许多名牌礼物给他 在这里奉劝杨氏的女孩 不会有男孩无端送名贵小礼 如果你是真心学佛 无意发展感情 请不要接受任何男子的无故献殷勤 绝大部分男子都是有意图对你好 师父叫我们男女要守戒 不邪淫 地狱真的存在啊 不要死了像我一样 醉灵苦喊声 渐渐的日久生情 我们两个成为男女朋友 更进一步发展关系 我不知道他已经许愿不邪淫 在后来 他怀孕了 想结婚生下来 我这么年轻 祖母也不会同意我娶她 我以前答应会娶她 随口骗她的 她很天真 我也没打算这么早结婚 我劝她去打胎 她哭我不理 态度强硬 最后还是把孩子打掉了 时间长了 慢慢觉得她刁蛮任性 脾气古怪 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理由分手 不和她来往 不知道她会看不开 跳楼轻生 有一天 我去夜场找女伴玩 在开车时突然间意识昏迷 就撞车死了 死后才知道 她一直在阎王面前哭诉 得地府批准上来拿我性命 死了过后就被投去奋吃地狱 在里面被百千万虫啃养 又痛又疼又臭 苦不堪言 没下过地狱你们不知道那种痛苦 大阎王也 年纪轻轻如此好色 学佛念经后 没有真心诚意 改邪向善 骗学佛女子感情 某某某轻生过后 妈妈开始质疑佛法 退传不念经 七七四十九天无人超度 在地狱受罚时天天怨恨你无情无义 你在阳世一直犯邪淫 地府查你记录 阳寿已经过度淫欲取了 地府扣除掉最灵的阳寿 调他灵体返阳间 他附身于你身上得知你在阳世时 玩弄他感情 死后也全无内疚 你和女伴忽乱之时 他在旁观看 当你驾车返家特意附体在你身上 转动方向盘撞车令你车祸当场死亡 他怨恨得报后 又被鬼差带回地狱承见 童子由寒冰地狱遇到某某某某某某某得知童子是修学心灵法门 在他面前哭喊冤情 童子劝他在地狱念诵观音圣号 因生前念佛 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听闻某某某苦难之音 派童子由地府书写某某某生前案例 即地狱果报以景阳示众生 以这些功德放他出地狱 你无情可讨 地狱惩戒完后投贫苦女身 下世再遇某某某某 因缘相聚 还他数载感情债务恶缘 罪灵会无缘无故对某某某非常好 某某某下辈子忘恩负义 弟子深深感叹冤冤相报何十鸟 轮回真是无穷无尽 本王奉劝阳示男女 男女之色乃血肉骨头组合而成 贪这些欲望 只会让自己折受缺德 死后父要见我阎王 判处地狱受刑 男女感情是完不得 说完 弟子魂体归阳示 梦醒 早上九十多 弟子睡过头了 弟子2018年12月16日 答 完全是真的 这种事情绝对编不出来的 很多的共修组就是 很多男的进去先看哪个长得好看 而且学心灵法门的孩子个个老老实实 那些女孩子都被师父教育的老老实实 他们去骗 被车撞死 下地狱 过度隐语取乐 地府扣除掉罪灵的阳寿这句话完全正确 扣得很厉害 本来一个人能活六七十岁的 一下子被扣掉十几二十岁都有可能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274 2018年12月22日 今天早就发了一个好致 有点儿的1个比较小吃 二十岁的大比较小吃 二十岁的大比较小吃 很像这一样的大比较小吃 所以适量的高清晨 是凡成的大比较小喝 二十岁的大比较小吃 二十岁的高清晨 是一样的小吃 二十岁的小吃 两 三十岁的小吃 二十岁的小吃 二十岁的小吃